Toyster Hello 大家好 我是樂兒 來到澳門美食Vlog的下集 第一間 我就吃一間炸雞的外賣店 這間炸雞我以前在澳門的時候還沒開 應該是剛剛新開的 我看到大家都說很好吃 所以我就決定來試一下 因為它沒有糖吃 我現在就等它即場炸 然後就打算拿去附近的公園去吃 問一下它跟炸雞沒有分別 但是先試一下 先試一下 它即叫即炸 吃下去 很脆 剛才你們都應該聽到 然後呢 不知道有沒有看到 青的鏡頭 看到很漂亮 那些雞油是爆出來 是爆汁的 你是不是說它很特別呢 因為我餐要$38 你覺得很特別 如果它可以出一些其他口味 就覺得可能會再特別一點 但它整個雞其實吃下去 是很好吃的 接下來呢 就去到位於關閘的文基 那來到就是一定要點它的豬扒麵 那除了豬扒麵之外 我們還點了奶茶 那熱奶茶的話 就會是手沖的 是一種非常之正宗的飲法 它的豬扒呢 非常之薄 但是很脆的 表皮是炸得很香厚 很爽爽的 如果大家是把它放進湯裡面 讓它吸收湯再吃 那感覺絕對是一個雙重的享受 如果大家來到澳門 有些重要節日 想要慶祝啊 吃餐好的 又或者是找一間好vibe一點點的餐廳 那我就會推薦大家來 這間阿根廷餐廳吃晚餐 那前菜呢 我就點了它 也挺有名的一個烤雞翼 那它的雞肉呢 是我吃過最軟的雞翼 那所以 我真的會推薦大家吃的這個雞翼 那接下來還有一個pizza 芝士呢 有拉絲 那整體吃下去不過不實 那但是呢 只有那四五塊呢 就真的少少貴了 這個價錢 而主菜方面呢 我們就點了一個400g的牛扒 那牛扒呢 它的肉汁非常之嫩滑 和多汁的 我自己覺得整個吃下去 都真的不錯的 只不過 老實說呢 大部份的菜食呢 我也覺得是有點overpriced 但是如果是真的有些特別日子 想在澳門找一間 好像氣氛不錯的餐廳來慶祝的話 我就覺得是可以來的 那說起澳門呢 相信大家都會想到來吃豬扒包 那其中一間最受遊客歡迎的店 就是世紀咖啡 那它生日六日呢 一定是大排長龍的 那我自己覺得呢 它的厚蛋豬扒包呢 是很好吃的 再加上它的厚蛋的厚感 是很豐富的 它的豬扒也煎得不錯 不乾也都不齊 那但是我自己的話呢 其實只會在不排隊的情況之下呢 才會買來吃的 那但是呢 作為一個本地的澳門人 如果我想吃豬扒包呢 我就會來到新鴻飯 他們這裡吃它的菠蘿芝士豬扒蛋包 它的豬扒是不厚的 肉質很嫩滑 非常之不錯 再加上本身菠蘿包 脆脆的酥皮的感覺 吃下去呢 我自己覺得整個味道是升級了 之後呢 本身想跟大家推薦 跟榮安咖啡室 他們的私有壓力 腸肉丁麵 那但是很可惜 我去到那天 他沒有開了 那就唯有下次再吃了 接下來呢 是一間我早前 在IG經常收到DM 問我好不好吃的一間店 那就是叫做金美食 那但是我自己就沒有吃過了 那所以這次呢 就幫大家去試一下 那我就點了他最出名的 肥腸豬油拌 但是老實說呢 我自己覺得是真的不是那麼好吃的 那首先它的麵呢 雖然是拌麵 但是真的非常之乾 那所以最後我也是吃到一半 就真的吃不下了 那然後它的大腸呢 我也覺得是非常之硬 整個麵吃下去呢 我只有覺得是只有豬油渣 是做得不錯的 那但是真的不推薦大家吃的 那我現在呢 那我現在呢 就是在路環了 那我現在呢 那我現在呢 那我就在排著這個安德駱 那因為適合今天是星期早 是超級斯多人 其實我真的不太見到他 是人家來的 那我現在是在觀牙街那邊 也好像有很多一間 但是 那就是最正宗的 轉店呢 就一定是來到我們說的 這間吃的 所以它的蛋香味呢 吃下去是非常之重的 而且呢是偏甜的 那作為澳門人而言 其實我是在這個地方吃過的葡萄 都真的安德駱記著 耶 剛才我們大概排了20分鐘 終於買到一個葡萄 超級之內沒有吃葡萄 那一般買完葡萄 大家可以去海旁坐下來吃 嗯 剛才呢就吃完這個安德駱 其實我本身呢 去路環呢 我想再推薦給大家的其中一間 美食店呢 就是叫做橋記 那我吃它的爛蛋麵 因為呢 它很早就關門了 4點鐘就關門了 剛才又塞了勁內車啦 又沒有的士啦 所以我們過到來呢 已經4點了 我就拍不到給大家看啦 但是不要緊要 因為呢 現在就會帶大家去吃 另外一間我也是覺得來到路環呢 大家是可以去吃的一個茶餐廳的 那跟著我們要去的地方呢 就是看相機啦 那因為呢 其實Google Map 大家未必會detect不到 那個地方在哪裏 所以我看這條影片也帶大家怎樣去 那大家呢 去到路環碼頭啦 定點在那裏 然後呢 沿著我身後面的另一條斜路 一直這樣走上去 那就是會去到的啦 剛才就是 碼頭那邊進來的斜路啦 那呢 那這條斜路呢 一直直上直上 大家回到一個TMI 即是你沿著這條路這樣走過去 你會看到左手邊呢 這裡呢 有一個 廢棄了的船床 因為澳門八九十年代呢 是造船業為主啦 那所以呢 這裡就有一個 船床了 來到看相機呢 一定要喝他的手打咖啡 因為這個是他最出名的 其實他的原理呢 有一點像以前有一批 很紅的四八支咖啡啦 其實因為都是手打的關係 所以他入口的口感是非常滑的 我自己覺得如果大家喜歡喝手打咖啡 就一定要來試啦 那另外呢 如果在正餐方面呢 我覺得他們的雞翼呢 也是很值得點的 因為是炸過的雞翼來的 而且味道呢 非常之濃郁 很重口味的 首先呢 就是這個飄香雞泡飯啦 他的雞湯是非常濃郁的 但是不會鹹的 而他的飯呢 也是浸到剛剛好軟 但是不要浸爛 而另外他的雞肉呢 也是很嫩很滑 而且呢 他的雞肉是非常多的 所以真的很值得吃的 第二樣叫的呢 就是肥牛小鍋米線啦 一樣啦 可以看到大大碗 份量超級足 而且湯底也很夠味 配菜很多 性價比是很高的 最後啦 你也吃雲南米線呢 那當然不少得過橋米線啦 他的過橋米線呢 也是配菜是超級之多 而且是很大一份的 搬了新的店之後呢 他們也有重新裝修過啦 我自己感覺上呢 就覺得比起以前呢 要整潔了很多的 而且食物質素呢 也有進步到啦 所以呢 很推薦如果喜歡吃麵的大家呢 可以過來試一下 這個大大份的雲南米先的 好快喔 來試一下